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其實我們在搭火車的時候 有些初心的媽媽 要顧小孩 有時候要推嬰兒車 到底要顧哪一個 如果你選錯的話 恐怕小孩就一不小心 會掉到鐵軌下 這真的是太危險了 現在是暑假 很多親子 媽媽大人帶小孩 然後會去做什麼 坐捷運 坐公車 坐地鐵 出去玩 可是大人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因為是什麼 尤其是很多的地鐵 哎呀 像這個 就是在地鐵的整個縫隙當中 它縫隙太大了 這是國外 結果就不小心 小朋友就這樣 因為腳踩空 踩空之後 整個小孩就掉下去了 就掉到越南底下 天啊 如果這個時候 車子在開的時候 完蛋了 這小朋友可能會不會 攪到裡面去 可是小朋友不跑 沒錯 還好 這個時候 占物人員 看到之後 趕快讓車子不要停 想辦法 把小朋友 車先停駛 不要動 對 因為這樣子的情況 在國外常發生 台灣的地鐵 縫隙比較窄 可是我去歐洲 歐美去看 他們的月台 齊悅這就你專業了 你常常帶團出國 你就會看得出 這個分別在哪裡 因為這個就是歐美的規格 它是寬軌系統 它的月台是比較寬的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跨的話 很容易發生整個 我曾經自己 也一腳踩空過 那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你掉不下去 對 因為我比較胖 會卡住 所以呢 我不會掉下去 但是呢 如果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話 或者是瘦弱的女性 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險 這真的很危險 對 還真的 國外有案例 整個人掉下去 而且掉下去的時候 是非常恐怖的 為什麼 像這個畫面 就是整個男子 他不小心掉下去之後 哇 車子他還難以爬上來 車子已經呼嘯而過 這時候他伸出一隻手來 他的朋友拉住他 完蛋 他這個會不會 最後只剩下一隻手 是啊 我就這麼想的 太可怕了 非常非常顯的是 他因為他的朋友 拉著他的手 使命讓他貼住月台 不要讓他被這個高速的火車 過去的犀利給帶走 他小命才可以倒下來 搞住了一條命啊 真的是謙虛義法 如果沒有他的朋友 使命拉他的手 不要讓他被旁邊高速的火車 他朋友沒有辦法抓住他 一放手的話 他沒辦法貼住那個牆壁 一捲下去 玩家告訴你 那個真的屍骨無存 非常非常的可怕 在國外其實呢 像這種一腳踩到縫隙裡面 或者人們卡進去的事情 非常的多 像我剛剛說 我會一隻腳不小心 踩下去之後 整個腳卡住對不對 我也曾經卡過一次 結果呢 這個老兄 他卡住了 他不像我那麼幸運 他可以自己腳抽起來 他抽不起來 他抽不起來 完蛋了 那怎麼辦 整個卡住 這個車子呢 有90公噸 完蛋了 90公噸 那這下大家想說要救他 整個車站停死了 列車長都過來了 整個車站封閉 所以土法練功的方法都出來了 大家一起推 這樣有用嗎 整個車站的乘客全部過來 1 2 3推 2 2 3推 3 2 3推 90噸的車廂 對 90噸的車廂 大家想說不行 趕快揪出來 因為他整個腳卡在那裡 整個車站全部停擺 那你想說真的不行 也沒辦法 結果這樣推啊推啊推 真的重力層層 就把那個火車 你說重力層層 真的把他給推移了一點 把他推開腳呢 就把他抽起來 就可以抽得起來 對 他就順利脫困 脫困之後大家把他拍手握啊 好棒喔 真的其實是有天象 終於啊 脫困了 脫困了 所以真的這個火車的縫隙呢 我們真的要特別特別 月台縫隙 為什麼說很多廣播 就說請你要注意月台縫隙 包括我們在台灣也好 在國外也好都有 台鐵都有 因為這種月台縫隙呢 真的常常造成不必要的意外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可是呢 這種是不小心 有的呢 那真的就是太故意 為什麼 居然我們的很多人講說 故意 對 在那個鐵路捷運啊 高鐵啊 地鐵 他那個月台 是不是不能夠 有一條線對不對 對啊不能跨越啊 月台的警戒線你不能過去 對不對 有的不只跨越警戒線 幹嘛 這個天兵居然跳到整個軌道上面去 跳上去幹嘛 你畫面上這個女孩在幹什麼 對 難道他是要學日本 他已經在鐵軌上面了耶 難道是要學日本 那個做人生事故 就是想要做不軌的 就是親生的事情嗎 不是 是啊 他是在幫他朋友拍照 對 幫他朋友拍美美的網美照 就為了 他已經在鐵軌上面 對 他只是為了拍照 對 只是為了拍照 跳到鐵軌去幫朋友說 我來幫你拍張漂亮的照片 各位雲友這非常危險 我們特別調出來給大家看 這發生在我們台灣 千萬不能像這位女子這樣子 對 等於是他用他自己的肉身 去幹嘛 去完成一個很沒有意義的這個舉動 這個已經不是不只沒有意義 這個已經觸犯了我們的法令規章 因為他車被開罰單 對 當然開罰單是小 如果這個時候不小心 有列車經過 把他撞到怎麼辦 有經歸經過怎麼辦 對 為了幫朋友拍美美的網美照 結果碰一個被火車撞下去 說我很厲害 我站在鐵軌中央拍給你看 對 那就真的是在鐵軌中央死給你看 那種感覺 這個命都堵上去 這個太可怕 對 真的千萬不要學 這種的照片 光看那個風 就知道他是真的站在鐵軌上面 對 像這樣子的照片 這就不是合成的了 對這照片我跟你講 我只能給他87分 真的不能再高了 對 對就是87分 真的是87 87大家去想什麼 真的是87分 不能再高 可是真的有人說 因為拍照被火車撞嗎 其實在國外真的有案例 像這個印度的男子 他想要自拍 想說我要拍一張美美的 我要跟火車自拍 趕快走 朋友說趕快走 他說沒關係 結果 糟糕 真的就這樣子被火車撞下去 你看那個男子 他在試膽嗎 他不是在試膽 他想要拍一個漂亮的 網美照說 我要讓火車從旁邊這樣經過的畫面 就驚險一瞬間那種感覺 這種情況 你用借位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到那個位子去 你講得好借位就可以了 對 借位就好了 為什麼要到那邊去呢 還把手伸出來 你手伸出來 你手伸出來 下一秒 不是下一秒 下一秒是整個人都不要 所以這個男子呢 這個畫面當中 你看我們有他的照片 這個臉都 他是真的被撞到 當時就是他的臉 被火車撞到的時候 他的手還拿著他的手機 對 整個錄下來的 錄下來的 驚險一瞬間整個臉 聽說這男子重傷 重傷 這是他重傷一瞬間的 重傷畫面 對 所以這個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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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到火車 一定要注意 我們常常會說 我們小時候說 經過平交道 要停看 停 看到紅燈就要停下來 小孩都曉得 對 小孩都曉得 可是很多大人他不曉得 他甚至他還會想說 他就是要以身試法 以身試法 火車已經經過了 結果這個大媽在幹什麼 一個鍵步 兩個鍵步 三個鍵步 拿陽閃咚咚咚 大媽你在幹什麼 你差點沒命 對 很像什麼 很像那個什麼 輕功水上飄 太厲害了 可是這樣的行為 真的不可取 非常可怕 這個跳得過去呢 你是非常的帥 可是跳不過去呢 真的七天後才能回家 對對對 真的太可怕了 真是有道理 真的就是七天後才能回家 沒錯 他拿那個陽閃咚 跳過去的行為 我們真的不要學 旁人看他覺得 哇 非常非常恐怖 可是像這樣子的景點 在台灣其實也有 像一些小火車的平起小火車 平起小火車 幾級小火車 也都會有鐵軌經過 對不對 那我們真的不要看到這個影片 就學說 那我們要來學這個影片 自己拿陽閃咚咚 跳火車 這個是非常恐怖 畫面好像很美 畫面很唯美 感覺很英勇 但是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尤其是在過鐵軌的時候 有些鐵軌 你在過很多時候 我們想說現在很多人 會用手機APP對不對 APP在滑手機 聽耳機 在過馬路 或過鐵路的時候 特別想像這個 這個小姐 他在幹嘛 對 他怎麼突然衝出來 對啊 我們現在 結果他下一刻 居然被火車直接 撵過去 現在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的下落情況怎麼樣 他被壓在火車底下 整個車就這樣開過去 整個直接這樣撵過去 畫面再看一遍 他跑到之後 哎呀糟糕 閃不開了 結果 他就被這個火車呢 整個一掃到之後 掃到車底下 其實我們光是 重力加速度 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 可能 應該凶多吉少 對 那他原因是什麼 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一開始沒有注意 他帶著耳機在滑手機 原來啊 你現在終於 他突然發現有車之後 趕快跑 結果來不及了 他注意力 沒有想到後面會有火車來 他被捲到車子底下去 捲下去之後 結果等到這火車呢 二三十節的火車 都過去了之後 通通過去完了之後 想說要去收拾善後 對 結果奇蹟式的 他受輕傷 才輕傷而已 才輕傷而已 哇 齊悅我跟你講 這是撿回一命 為什麼 因為他的個子太瘦小 剛好那個火車 跟鐵軌中間那個比較高 他剛好在 跟枕木之間的距離比較高 他倒在那邊 還好是沒有被 底下任何的鐵路勾到 如果換作是齊悅的話 對那就完蛋了 結果截然不同了 我可能真的七天後才會回家 因為真的是太可怕了 但是我們是不是知道說 走路不要當聽頭主好嗎 很多人走路當聽頭 過馬路也在滑 騎摩車也在滑 非常的可怕 沒錯 可是這種非常可怕的事情 難道只有在鐵路發生嗎 有些奇怪的事情 也會讓你覺得 戰鬥民族的邏輯非常奇怪 戰鬥民族 戰鬥民族俄羅斯突然有一天 發現怎麼還需要恐怖攻擊 怎麼有一個休旅車 這個車做什麼了 這恐攻嗎 他衝到地底站下去 他衝出來可能放炸彈 有可能汽車炸彈 因為他衝到了 不然他怎麼會下來 衝到地底站裡面 而且他不是只有衝到路口 他還往裡面一直亂開 要開到月台那邊去 這在俄羅斯的火車站 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俄羅斯當局一定嚇死了 然後是當局整個警察機構 連特勤部隊都大戒備 要衝去那邊想說 是不是有汽車炸彈恐攻 還去癱瘓他的地鐵系統 沒錯啊 結果這個老兄 車都開到地鐵去了 車子開到地鐵去之後 到處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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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被俄羅斯警方逮捕 逮捕之後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你是個酷分子 結果他說呢 他因為喝酒跟朋友打賭輸了 什麼 打賭輸了說敢不敢把車開到地鐵站 他就說打開就開 誰怕誰 就直接把他的車子呢 就往地鐵站開下去 最後被警方逮捕了 網紅美女說跟人家打賭 然後要跳那個跳橋 跳下去結果就再也爬不起來 是一樣的道理嗎 是 所以這種賭真的不要亂打 這種賭呢 賭下去之後 可能不是只有賭這一次 可能是賭上他的一輩子 對沒錯 所以說齊悅跟我們講了很多意外的畫面 真的很多都是撿回一命 千萬要注意各位雲友 我們在大眾音樂系統 不要低頭 不要看手機 不要玩APP 不然下一秒 後果不堪設想